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聊新歌吧 好 Walk on Water这首歌它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Walk on Water这首歌其实灵感来自于一种生物叫做耶稣蜥蜴 那这种蜥蜴呢 它平时是个陆地动物 可是如果它受惊 或者它要逃生的时候 它是可以走在水面上的 这个是我当时一听到 哇居然有这种生物 我觉得是挺神奇的 那我觉得其实我希望这首歌 Walk on Water这首歌可以鼓励到每一个人 在我们遇到一些挑战或者困难的时候 可以也有耶稣蜥蜴的这一份信心 就是可以做到一些我们以为不能做到的事 我看你在微博上介绍这首歌的时候 YouTube自己曾经也陷入过情绪化隐持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其实很郁闷 就是每天可能都会觉得 我今天有没有瘦一点呢 我今天有没有好看一点呢 或者跟朋友拍照的时候觉得 人家怎么永远都比我瘦啊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 每天都是在自我怀疑里面 然后吃东西也是就是三天不吃饭 只喝水 第四天受不了了 然后就狂吃 然后第五天又觉得我太有罪恶感了 然后我又不吃东西 就是这样子来回反弹的这个过程 那后来我也写了另外一首歌 《差不多姑娘》 这一首歌其实也是记录着我那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 别人的言语很容易影响我怎么样看待自己 那我很感恩就是现在我已经走出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现在我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今天红檀前还吃炸鸡呢 所以这个状态是在几年前的呢 应该其实挺久的了 我如果真的要说几年几年前 可能维持了两三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挺累的活的挺累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女性是挺苛刻的 不是只是对于艺人 就是可能我很多不是艺人的朋友 女生朋友 她们拍到一张照就会嫌自己 哎呀这里手臂又有个肉飞出来啊什么的 然后吃个蛋糕 然后又哎呀我现在减肥啊 就是我太多这种朋友了 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一个问题 不是我一个人的挣扎 其实很多女生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时候最刺耳的话是什么 很多耶 就比方说 哎呀她 一米五啊 虽然我真是一米五 一米五吧 可是那个问题啊 五五分 就说 说你的身材五五分 哎反正太多了 就是我我我当时候 常常都会很不想要去搜索大家的言论 可是又会忍不住很想去看 就是很矛盾的 嗯 那时候当然就是很不开心了 然后常常乱吃东西 乱吃的意思是 比方说我可以一天只吃16个番茄 什么其他东西都不吃 然后第二天 对不是小番茄大的番茄 就是觉得我很饿 可是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 所以我只敢吃番茄啊 水煮西兰花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很乏味 就很很无趣的 然后就是想要做个正常人 可是你如果需要努力去做个正常人 那其实你的心里就很不正常 之前大家老在讨论 就是网络暴力这个事情 你觉得你出道以来 算是经历了很多网络暴力 那当然是了 网络暴力我觉得 在演艺圈特别特别特别的严重 可是也不是说不在演艺圈 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网络上面 你会看到很多人 他们去就是 他们会觉得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们会非常直接 其实有点像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在游戏世界里面 会一直疯狂的杀人 因为你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人可以监控你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真的挺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 这需要大家都正视这个问题吧 因为不是只是说 别人遇到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然后去说两句 哎呀这样不行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是那个暴力者 我们在网络上面 我们看的时候看到 然后跟你身边的人 一起去笑 你看到的东西 这个也是在助长 这个网络暴力 所以你自己就是 会怎么去处理 现在是 我现在已经很少去 特别要关注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 适量的一些 跟我的歌迷的沟通啊 这些健康的沟通是好的 可是自己要知道 过滤什么样的声音 哪些声音是 你真的不必要去理的 你要懂得去过滤它 然后如果真的太郁闷了的话呢 现在我就会找人聊天 就把这个东西聊开了 别人怎么说我 现在很不爽 对我现在很不爽 就是找个人来诉苦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压抑着在心里面 才会慢慢把这个东西 揪成一个结 你是否和对象有我们 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吗 还是就是圈外的朋友 圈外的比较多 因为我身边常常都陪伴着 就是我各种那些 同一个信仰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是我工作伙伴 他们常常听到我就是 跟他们去倾诉 嗯 对 然后还有你的工作室 已经成立就是 接近有半年了 你有秘营的 现在觉得舒服自在吗 呃 不是挺舒服的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因为工作室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专业 哈哈 就是啊 比方说我今天来这里 我除了要来这里表演 然后做访问以外 我还要 好 今天来到这里了 我要去拍定妆照 然后要去给所有 关注我工作室的朋友们去看 然后要有内容给他们 要 要让他们第一时间可以知道我在干嘛 那这一部分 其实需要很多的用心去经营这样子才可以 那其实老实说 我最近在做这个年底的新专辑呢 我是真的很忙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也是挺开心 就是我的团队 可以去帮我分担这样的一部分的工作 嗯 这也是自由的空气吧 所以说 对 自由是需要努力去获得的 不是你坐在这里 哎我现在很自由 所以我可以肆意的懒惰 就是你越想要有这个自由的空气呢 你越要 好我努力一点 你去年你被评选为全球最影响力的女性啊 你觉得自己的就是影响力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在我音乐上面 我有这个空间可以去抒发我对这个社会 我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 嗯 那 其实我的音乐里面记载了很多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包括一些高一些低 就是很多 呃 我有感而发的 或者是我 我我我像差不多姑娘这样子 我真的曾经被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去困扰 然后我希望可以透过歌曲去影响那些歌迷们 让他们也是有动力去面对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吧 那我也是非常希望就是我的音乐可以一直 你们开心的时候听可以开心 你们伤心的时候可以听 也是一种陪伴这样子 嗯 那我就不太认同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声音是很特别的 呃 很多葡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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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结合 其实是只有中文音乐可以做到 我也挺期待 就是越来越多人可以学会华语 对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新歌榜 今天拿到的是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这么一个荣誉 拿到他的感受怎么样 很开心 因为作为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歌手 你一直努力地去做音乐 你也是希望你的音乐 可以影响到很多人 所以当你的音乐受欢迎的话 就代表你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那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做的事情有意义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我的音乐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动力